2020年的牛市行情带来券商基金公司业绩大爆发 相关从业者的奖金也十分丰厚 但一次年终奖就能补齐百万首付款缺口 还是令同龄的90后好友艳羡不已 据Wine统计 2020年在金融行业人均薪酬排行中 券商包揽前世民中的八席 中金公司以人均薪酬114.98万一起绝成 华泰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和国金证券 人均薪酬也都超过80万元 以信托为主的爱建集团以90.66万元 几近金融行业人均薪酬榜第三 公募基金亦不落下风 尽管诺安基金否认了其网红基金经理 蔡松松年终奖高达7000万的撰文 半夜内资深人士对作者介绍 蔡松松年终奖达1000万元是大概率 不过考虑到团队稳定 奖金一般会递延三年发放 金融业历来有高薪光环 金融学科一长期是高考最热门专业之一 金融圈不断刷屏的百万薪酬千万薪酬 似乎也验证住这一行业的多金 老公年终奖要交期位数的个税 太心痛了 但我们的不算多 你去看基金公司 陈明老公在证券公司工作 他说从行业薪酬激利水平来看 业内一直存在一条清晰的笔试链 集思目大于公募 大于信托 大于券商 大于银行 大于保险 WAND统计显示 招商银行 质商银行 中信银行 新业银行 民生银行等人均薪酬 在银行业中排名靠前 为50万元左右 国有大行工行 建行 中行等人均薪酬近30万元 而保险公司人均薪酬 在金融业中排名靠后 中国人寿 中国太保 中国平安等人均薪酬 均在22万元左右 多位从业者指出 平均薪酬的计算并不科学 金融行业不同业态 不同岗位 不同区域的薪酬都差异巨大 二八分化显著 作为金融民工 我们是被平均的 多位金融从业者表示 不过 WAND数据显示 中国平安人均薪酬 仅为21.47万元 教券商 银行等人均薪酬 少了一大截 但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 以高新缆财文明业界 在高管薪酬方面 平安集团 毫不逊色于中金公司 看来 市场整体上是公平的 多劳多得 薪酬越高 对个体的能力要求也越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